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修持者的心能够去向于正法 符合正法原来的一个面貌 所以从修这个转型式思维开始 同时这个转型式思维在几天松宫的一个主张里头 他认为说别人认为不重要的这个前行 我认为是更为重要的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前行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 但是在几天松宫认为 说前行里头包括了很多深刻的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具备了这个前行 就是转型式思维这个基础的话 那即便是修密法的气脉明点 因为没有具足转型式思维的缘故 这些气脉明点的修持 也并不会让我们去了悟到佛的本性 然后能去获得佛的一个果位 那所以转型式思维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修持者的一个心 能够符合我们正确修持佛法的一个方式 因为在这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心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个见解 颠倒的一个见解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修大手印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转型式思维的一个修持 而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个刚破八四法里头呢 它也是从转型式思维里头的这个死亡无常 来讲这个法去向法 我们也许会觉得说 刚破八四法呢是一个法 而大手印五句又是另外一个法 这两个法呢是有所分别的 其实对于我们一个修持者来说 所有一切的一个佛法 它所走的一条道路 它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对于我们凡夫来讲呢 一开始我们要像这个经典里头所说的 去观修死亡无常 去观修让我们的心去向法呢 可能是有一些困难性 我们很难说让一个凡夫的心 很快的就说升起了一种 对轮回的一种厌离 所以在观修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方便 一些方便的一种思维 比如说针对我们之前的一些颠倒的一个见解 我们要有一些方便的一个法来去观修 平常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一个身体是很好的 是亲近的 那这个呢 其实跟实际的一个现实呢 是不相符 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颠倒 颠倒见解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颠倒见解 佛法所给予的这个方便的一个法 有效的一种对峙呢 就是观察自己的一个身体 是由各种不亲近的物质所构成的 所以一开始呢 会有对于身体一种不亲近的一种观修 同样的在我们心里头 对于世间 对于这个轮回 我们会生起一种安乐的一个想法 而相对的一个方便法呢 就是让我们去观修这个轮回 它的本质是痛苦 它是具有苦苦坏苦 变形苦这三种苦 普遍于轮回一切处的 还有呢 就是平常我们会认为有一个我存在 而在这个佛法里头呢 它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对峙 去改正我们这样的一个颠倒的见解呢 就是要观修无我 那还有呢 就是现在的 我们说认为我们世间 这个是恒常的存在 我们可能会在这世间 存留很久 可能会有活一百年 或是一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它其实呢 也与事实不相符合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颠倒见解 我们观修的呢 就是生命的一种无常 死亡的一个发生 所以要能够去 首先呢 将我们这些错误的见解 这些颠倒的一个观念 能够去改正的话 首先一开始 在这里头的教授呢 是首先呢 我们要能够先去了解死亡 了解无常 这是我们去改变 我们颠倒见的一个关键 我们常常去念及 这个死亡无常的时候 是要符合我们这个现实 来去做观修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实践它 在实践的过程中呢 是说我们要去 常常的去 体察我们的一个周遭 看看我们周遭的 这些朋友们 亲戚们 过去还在的 现在还在不在 那这样的一个 在生活中的 会让我们产生一个 实际的一个感受 会让我们知道 死亡是真实的一个存在 这种知比我们 用嘴巴上讲 还有呢 我们引经据点的 这样的一个 来说 是更为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我们心里头 要去能够体察到 这种无常的一种现实 然后这种无常的一个现实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去 更了解生命的 这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而一个人 他是否能够去将 无常关修的 很好的一个验证 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心里头 是否有一种 随时为死亡 而做的一个准备的 这种心态 是否存在 他是否能够心里想着说 死亡来的时候 我该准备一些什么 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不是在心中 常常能够升起 所以呢 这是 今天我们 在讲到 第一个内容 刚复发四法里头 这个法去向法里头呢 就是要让我们心中 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心态 能够将我们的心呢 从世间八法中改变过来 这样的一个目的 而来学习 这个法去向法 这个内容 是否能够升起来 是否能够下来 但是我心中 是否能够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身上 从这里 是否能够下来 在神经自行动的中间的教会, 学生的教会会承受了作为作为一位生命的教会, 自行动的教会, 理解创造成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